大家好,我是零侵社積塵 很高興見到大家 又到了e-ink weekly的時間 我會帶大家回顧過去一周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希望大家喜歡 第一個消息 這一本共有371頁的e-paper display 全球戰略商業報告 已經被添加到ResearchAndMarkets.com的報告之中 報告中重點提到 全球電子紙的顯示市場 預計在2030年會達到432億美元 在經歷COVID-19疫情後的變化之後 全球電子紙的顯示市場 預計在2022年估計是48億美元 並預計在2022年至2030年分析期內 以31.7%的年複合增長率 增長到432億美元 報告中分析的一個段落 是電子閱讀設備 預計將會以29.2%的年複合增長率記錄 並且在分析期2030年結束時 達到174億美元 在電子紙的顯示市場上 美國的估計規模 在2022年大約是17億美元 而中國估計是會以34.6%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 去到2030年 預計市場規模會達到86億美元 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其他值得注意的地理市場 包括日本和加拿大 分別預計在2022年至2030年期間 會增長28%和28.6% 在歐洲 德國預計會以31.4%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 在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等國家的帶領之下 亞太地區的市場預計 去到2030年會達到39億美元 ResearchAndMarket.com 是全球領先的國際市場研究報告 和市場數據的來源 提供有關國際和地區市場 關鍵行業、頂尖公司 新產品和最新趨勢的最新數據 順帶一提 如果你想看這份報告的詳細內文 坦日用戶的觀看權限價格是5276欧 第二則是一個E-Ink新品的介紹 Tribe7公司推出了一款名叫做 Black Slave 7的產品 它是一個使用電子墨水和NFC 來自定義外觀和傳輸場景的元素據 以供後期製作使用的標記版 這個7.5英寸的版具有所有常見的功能 包括是用來同步聲音的標記桿 用來寫有日期、場景、時間和其他細節的看板 它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是可以和iPhone同步去創建一個 包含獨特專案圖形和數據類別的新自定義版面 以便拍攝場景更換時可以進行更改 和傳統的木製標記版不同 Black Slave 7是由高充擊ABS塑料造成 而通常可以在標記版上找到的所有訊息 就是由防怨光屏幕後面的E-ink顯示器生成 由8H大聲聲玻璃去保護 該設備功能和典型畫板是相同的 你仍然需要使用Marker在上面實際繪畫 不過使用者可以使用配套應用的程式 去創建特殊的自定義布局 雖然可以使用內置的預設者 但是創意人士可以在Adobe Photoshop創建一個自己的布局 甚至可以在紙上繪製了 然後用智能手機捕捉它 然後他們可以使用NFC將圖像加載到畫板上面 並且可以和幾種不同的畫板模板結合起來 去創建屬於自己的畫板 Black Slave 7是不需要外部電源 或者是對內置的鋰電池進行充電的 入面內置的電池壽命預計是7年 可以為這個電子墨水顯示器提供電源 僅僅是在模板介面的編程進行更改的時候 這個顯示器才會用到電 這個如此獨特的產品售價是237美元 你可以在它的官網預訂的 預計四月尾會賭貨 第三則同樣是E-ink身份的介紹 Remarkable 2在過去幾個星期推出了一個軟件更新 添加了可以建入文字的功能 配合它新推出的Type Folio 一個很鮮薄的鍵盤 可以讓到用戶在Remarkable 2上面很舒適 專注地打字 用戶能夠決定應用Remarkable 2的方式 不論是手寫、鍵入或者是無縫切換兩者之間 亦都可以 Type Folio是一款鮮薄的鍵盤 外觀很簡約的 看下來就像一個保護套 而配備字母鍵是全尺寸的鍵盤 鍵程是1.3mm 它亦都非常簡單易用 只需要用磁鐵自動連接到Remarkable 2那裏 無需進行其他配對方式或者充電 Type Folio的面細是首次為Remarkable 2 而帶來物理鍵盤的支持 當用戶需要的時候 它能夠提供一個出色的打字體驗 當不需要的時候 就提供了一個堅固的保護 Remarkable為它這個黃牌產品重新設計了軟件 它會檢測到用戶打開鍵盤的時候 接著就會自動旋轉這個顯示器 讓用戶能夠快速無縫地 在手寫和打字之間去做切換 手寫的文本會智能地連接到打字的文本 確保即使在頁面上移動文本的時候 手寫和打字的筆記都會保持一個連接 透過配合Type Folio Remarkable現在能夠讓用戶 按需要有一個複合的工作流程 以及更多 用戶可以在Remarkable 2上面進行手寫筆記 將它們轉換成文字 再在桌面的應用程式那裏查看 或者在Remarkable 2上面用Type Folio去打字 接著在桌面的應用程式去輸入一個議程 再用智能手機的APP去新增另一個重點 然後在Remarkable 2上面進行一個無干擾的會議 這個Type Folio在那個官網的售價是1578港元 啊,依應閱讀器其實配備這個鍵盤保護套 不是新鮮史物來的 在其他品牌都有類似的產品 不知道今次這一回的新品 會不會打動到Remarkable的用戶呢? 今天的最後一支消息同樣是E-ink新品的介紹 去年漢王科技發佈了N10 是一款採用E-ink屏幕 它那個獨特的賣點是減去了電容觸控層和導光板 讓這部機的厚度大概降了55% 顯示會更加清晰 用戶是需要使用去配備的九火物理案件 來操作整個電子筆記本的 在過去的半年入面 漢王科技推出了多款搭載E-ink屏幕的電子筆記本 令到它的N10家族越加壯大 2023年發佈的第一款無物理案件 並且擁有13.3英吋顯示屏的模型 就是N10 Max 之後他們推出了英文版的N10 Touch 是具有10.3吋的屏幕 同樣是無物理案件的 這一款漢王N10 Touch和N10是不同的 它配備了具有電容式觸控層的E-ink Kata HD屏幕 分辨率是172x1404,PPI是227 屏幕和邊框是平齊的,受到一層玻璃的保護 它沒有挖蓋層,需要用它自家的主動式觸控筆 具有4096級的壓力敏感度和頂部有一個拆膠 這個型號具有閱讀前燈 有30級的冷暖雙色可以調整 在機身內部是一個4核1.8Hz的處理器 4GB RAM、64GB ROM 它具有Wi-Fi、藍牙5.1和立體聲的揚聲器 可以是聽取有聲的獨物 Podcast或者音樂 由於它具有藍牙的功能 你還可以連接無線耳機 它由一個是4000毫安的電池供電 可以給用戶有幾個星期的使用時間 N10 Touch在Android11上面運行自家的系統 沒有Google Play服務 但是用戶可以自行安裝其他的應用商店 或者在網上自行下載和安裝的APK 特別一提,N10 Touch在中國發售的時候 是內置了一個中心免費OCR的功能 以及可以插TF卡的 暫時未知道在海外發售的英文版 是否同樣具有這兩個項目 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大約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讚好這段片 如果你想輕輕鬆鬆 如果你都可以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星期也能見到你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到此為止,拜拜